再来看看这个小女童好可怜 竟然到现在还没有办法下葬 就是在去年8月 高雄市有一个一岁女童 在门口离奇失踪 那么警方追查发现 原来女童是被自己的伯父再出门 不小心从机车上面摔死了 这伯父竟然还把女童丢到山谷 下面要弃尸 爸爸妈妈好生气 因为事发了七个多月 伯父还没有入狱也就算了 而且更加离谱的是 警方还疑似把女童的遗骨给弄丢了 到现在女童还没有办法下葬 妈妈看着照片中一头可爱卷法 睁着大眼睛的一岁女童 既心痛又生气 因为女童去年8月被自家伯父再出门 不慎摔死惨遭气失 但事隔七个多月 嫌犯竟然还逍遥法外 感觉很气啊 然后我们又不能把她怎么样啊 让她在外面这样逍遥法外 别人看到也会怕怕的 从她被保出来之后 到现在都没有来家里 跟我们做个道歉还是怎么样 原来嫌犯最后交保 至今还没入狱服刑 让父母心惊胆战 但更离谱的是 小女童谨慎的白骨 一次被警方给弄丢了 发育过来之后 事实刻骨头就被那个 侦察组都用不见了 她一直说我们有拿去啊 我们根本就还没有拿到我们 她连那个死亡证明书 都没有开给我们 女童不见没有把她入土为安之后 后来我们家里只联系 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 女童的白骨差点被弄丢 还赖给家属 甚至连死亡证明都没有开立 父母无助的说 自从女童过世 家里意外连连 现在女童无法入土为安 让活着的父母也没一天好日子过 中期新闻 刘一清刚旺柔 高雄报道